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喜欢你 但是这种喜欢要拿命去赌的话 我也得掂量掂量 你混蛋 你觉得 婉清这个姑娘怎么样 父亲 是想向牧家提亲吗 我跟慕公早有联姻之意 现在慕公将产业交给婉清 婉清一个女孩子独立支撑家业 颇为故意 如果有都军府做靠山 对她队友们都有好处 不过不知道你是否对她有益 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想法 婉清秀外惠中 又以我是轻微竹马 我自然是喜欢 还有什么喜事啊 说出来让我听听 我也沾沾喜气 那我就不瞒谭司令了 父亲要替我向牧家求亲 怎么 这么突然啊 我想啊 是该给她讨一门亲事了 俗话说得好 成家立业 男人嘛总得有个家 做事才有底气 挺都军的意思是 光耀贤知看上我们家婉清了 婉清这孩子得体大方 又跟光耀做过秘书 两人情投意合 唐清 你都听到了吧 我一定要去跟爸爸说清楚 别轻举妄动 我有办法 喂 明天十点 老弟房间 你想到办法了 还是见面再说吧 事出紧急 我觉得现在硬顶不是办法 你要不然先答应 就当是权宜之计 婚姻大事 怎么可能是权宜之计啊 是你爹和徐伯军 已经定下婚期 你这个时候硬顶 你不仅委屈你自己 你还会连累我 是你自己说要陪我一辈子 一天都不会少的 你非要看着我和徐伯军 鱼死网破你才满意是吗 我是喜欢你 但是这种喜欢 要拿命去赌的话 我也得掂量掂量 你 你混蛋 婚姻 你听我说 我知道 有人在盯着我们 你知道 你知道你还是能打劲 我这就顾过瘾啊 而且演戏嘛 就得你别致 居然敢戏弄你男人 回头再收拾你 等我消息 谭玄理 你给我记着 婚姻 还在为婚事烦恼吗 小军 我有个东西 想给你看一看